国语有生善书 甚至许多后人编转或是凭空杜撰的 也以如是我闻为开头 而混淆黑白令许多修行者难辨真假 所以能辨认出哪些教导是真正属于佛陀的教会 就显得异常重要 在《阿含经》藏中 有甚多经典皆有说明佛法的特色 故一个人所修的事不事正法 可从所修之法是否符合佛法的特色来判断 《阿含天道经》中记载 佛陀对诸比丘说有四种生天之道 哪四种呢? 1.念佛 2.念法 什么是念法呢? 即如来说正法律 宪法 离诸自然 不带时节 通达涅槃 即身观察 3.念僧 4.念戒 本经叙述四部坏境 念佛 念法 念僧 念戒 是生天之道的根由 其中念法的内容就是在阐述佛法特色 在许多经典中 皆有出现一致说法 文句虽略有不同 但一理一致 《杂阿含复刘那经》中记载 说法第一的复刘那尊者问佛陀 世尊说宪法 说灭赤然 说不带时 说正向涅槃 说及此见 说原自觉 世尊 什么是宪法 什么是原自觉 佛陀说 附刘那 若眼见色已 觉知色 觉知色滩 我此内有眼是色滩如实之者 是明现见法 而鼻 舌 身 意义复如是 佛陀的意思是说 眼睛看见色尘之后 觉知了色尘 也觉知了对色尘生起的滩爱 一集在六根接触六镜时 从生起滩到滩灭除都如实之 这样法是直接可见的 法可以马上灭除如火烧斑 逼迫身心的烦恼 法是及时的 法能正确地去向涅槃 法要请你亲自来见 法是智者应该自己体证的 自将上述佛法的六个特色 归纳如下 一 宪法 这一世就可以见到或者体会 不需要等到下一世 也就是说 实证佛法不需要等到死后 也不需等到三大阿僧奇节 而是此生 此时 此刻就可体验 所以千万不要将修行寄托于下辈子 二 离诸赤然 一个人如果懂得正念 正知 观身心无常 苦 无我 当下就可以灭除如火烧斑 逼迫身心的烦恼 三 不待时节 及时的 不需等待 不受时间的影响或者限制 也可以说是马上见效 四 通达涅槃 每一个通达涅槃的步骤 都是明明白白 清清楚楚 不会弹玄说妙 虚无缥缈 令人难入解脱之门 五 极深观察 亲自来看清楚 而不是来相信 立即相信容易落入迷信的苛疚 而看清楚是不需推论 不需思索 不需假设的 当一个人将眼前的事物看得一清二楚 不需要依靠任何理由或想象 就可以知道真相 所以 在嘎拉玛经中 佛陀就说 一 不要因为口传传说就信以为真 二 不要因为世俗传统就信以为真 三 不要因为流传广远就信以为真 四 不要因为引经据典就信以为真 五 不要因为合乎逻辑就信以为真 六 不要因为根据推理就信以为真 七 不要因为符合常识就信以为真 八 不要因为符合自己的见解观念就信以为真 九 不要因为说者的权威就信以为真 十 不要因为他是导师大师就信以为真 只有在你自己确知某事是善良的美好的 那时你在信受奉行 六 原自觉知 每一个人都可以靠着自己体正道法的真谛 而不需依靠佛菩萨的加持或协助 因为 修行的方法需要自己去实践和履行 而不是得借他力来注之 所以 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自己的心自己明白 根本就不需要别人来认证 如果一个人依然烦恼如知 即使有人认证你已成佛 也将毫无意义 佛陀说法四十五年 没有丝毫的故弄玄机 或是任何神秘色彩 故 明了佛法的六个特色之后 一个人就可以轻易地去分辨真假佛法 不会迷失在无意之路途上 修道绝不是靠诸佛菩萨加持 而是真正透过自己去验证佛法于生活中 因为您肚子饿时 没有人可以替你吃饭来解决饥饿 慈悲的佛陀已经为我们规划好如何正果 我们要好好修道 不要辜负先佛的用心 望大家要替自己生前筑集灵修院与超把祖先到灵修院 无极正道院或浩天子寿灵修院 可成为先佛 永托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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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無音樂聖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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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善信大德您好 由于天使紧急 应赶紧行善度重 以气天心 南天虚原堂之庙院已建成 希望大家可才不失 护持庙堂之永续 多住印善书 光临虚原堂已受先佛普照 相关资讯可至南天虚原堂 网站详阅 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 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 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